大家好,我是冯马谦,今天分享大排动炒螺丝 好了,我们炒螺丝的材料就有这些了 炒这个螺的配料就有洋葱,青椒,红椒 另外还有这个碎料 我们主要的味型就是豆豉的味道 还有葱姜,蒜末,小米辣 广东炒螺最重要就是这个紫苏了 这个是炒螺的灵魂了 它可以增香,还可以去除土腥味 好了,我们开始 起锅烧水,水不能太多 两勺就够了,要不然就浪费煤气 这个要烧开水以后才放螺下去 要不然就熟过聋了,这个螺就太老了 吸不出来 我们加点盐下去,轻轻焯一下水 然后就可以倒出来了 我们的目的是炒螺,不是滚汤 焯两下就可以了 因为飞太久了,它什么鲜味都煮跑了,没了 如果这个螺养得干净的话 在家庭炒根本不用飞水的 炒完水以后,我们就顺便把这个螺的浮沫给冲干净 冲一下子,然后就可以起锅烧油了 我们先把那个豆豉,小米辣,还有葱姜蒜向爆香 正所谓炒菜没有葱姜蒜,味道少一半 葱姜蒜一定要爆香 才放这个螺下去,然后我们就翻炒均匀 把这个油跟水,还有酸末,姜末一起把这个香味给炒出来 然后下一步就是放酱料了,纸巾辣椒酱一勺 再来一点点的蚝油 再把这个酱料翻炒均匀 这个酱料要炒过它才香的哈 炒香了以后就可以放水了 我们一勺水就够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直都要大火收汁哈 收汁完毕它基本上已经熟了 我们在收汁这个过程中就要调味了 因为酱料是咸的,所以我们盐分就少一点 少半勺盐哈 然后再来半勺白糖 还有鸡粉半勺哈,别太多了 大家不喜欢放,可以不放 最后就是放生抽了 一定要放生抽哈 没生抽就没有那个鲜味了 我们调完味翻炒几下就可以放那个煎椒洋葱下去了 这个很快熟的哈 因为那个汤汁这么好的味道 然后一煮它,它就吸收到那个汤汁的味道 这个辣椒洋葱也非常好吃哈 把这个所有材料全部翻炒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勾芡了 通常如果家庭里面炒就不勾芡也行哈 所以我们这个水淀粉放一点点就行了 如果是家庭里面炒的话 把汁收浓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汁不要煮得太干 勾完芡以后我们就搞点老抽调色 放上一点老抽它才有食欲感哈 不要白来塞的 我们这个纸酥啊,要最后才放哈 放一点点的包围油 然后就放纸酥下去 这个纸酥炒均匀炒熟了,干熟就好了 要不然太熟了,它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所以我们作为烹饪炒菜啊 一定要对这个食材的充分了解它的性质 才能够更好的运用和发挥它的特性 还有它的作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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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快快醉醉雷堅鎖 好啦 收買單頭 我都分享到這裡 今晚看我多一間 就很久了 兩間單班中 上次一間車 雷皮魚鴿靚鳥